7月7日,湖南流洋,湖南农业大学流洋基地科研玉米,被当地村民欧宅,学生称,他们全班科研竞赛实验,因此受影响,损失上千万。 还有一位同学可能不能毕业,据湖南农业大学学生说,他们流洋基地实习工作群里有225人,当天他们看到有同学在群里发消息说,一大堆人在田里偷玉米,保安队赶紧联系萧刚老师去田里,有同学发了一位抓到的老奶奶。 这位同学说,这老太太偷年花来了,现学校已报警,对于湖南农业大学流洋基地科研玉米,遭当地村民偷窃事件,电话采访了湖南农业大学学生,湖南农业大学学生说,不是只被老人偷,是附近的村民都来偷他。 那个老人因为年纪大了,他跑得比较慢而已,所以才被抓到的,因为这些科研玉米本身就是我们一个班级,参加了一个科研竞赛的实验,他们偷了我们整个一个班级的实验就没有了,而且这个实验里面还夹杂着,我们班一个同学的毕业设计,就是他毕业论文的内容,然后他现在毕业就成了一些问题,受了影响,除了毕业受影响,经济损失也有。 因为老师说这个科研玉米是原种,如果这科研玉米真的拿到市场上去买的话,可能要上千万,这位学生说,我说这些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夸张,但是是真的,现在这些玉米肯定是不能再做数据测量的,因为我们这些科研玉米还要有十天才可以靠中,现在去测都不行,你摘了它更没法用了。